好了,我们接下来下面几个,下面的我们要把这个作业完成了 把这个作业完成了 怎么样去把这个太阳系模拟出来 那么由于我们已经具备了一些基本的理论知识了 现在我跟大家问,基本上大家也可以答得出来 第一,加载图片是不是已经会了 会了吧,第二,画那个椭圆那根线会不会画 会吧,把它变成蓝色会不会 这个别告诉我不会啊,好,然后呢 这里边呢,椭圆会,然后呢,这个物体啊,这些球沿着椭圆飞你会不会 是我也给大家讲了,都讲过了吧 所以,下面的任务就是什么,我们东西都会了 把这些会的东西组装起来就行了,就出来一个新东西了 听懂了没有,好,然后呢,他这还画了一个什么 画了一个好看的背景图片是吧 看到没有,咱们多画上图片呗,把它作为背景 确实好看一些 反正这是咱们的学生做的啊,我觉得真的不真的不错 当时我课上讲的时候讲的比较简陋 真的有人课下去专业把它搞好 真的不错 来 咱们呢,开始去思考,我们这个太阳系到底该怎么做 那么为了 咱们的建个性项目叫Solar System 太阳系 好 在这里边呢,建一个包 就叫什么,叫Solar吧 好吧 叫Solar 然后呢,大家看一下 你在这里边呢,咱们把上次咱们写的那堆代码里边一些 我们用得着的,再粘过来 比如说这个MyFrame,我们是分装好的 比如这个GameUtel,工具类是不是也需要 比如这个常量类是不是也需要 看到没有 直接拿来用,我就不再敲一遍了 大概你粘过来之后呢 我这个写的有问题了 咱们写GameUtel,这改一下 修改一下 刚刚我从那直接粘过来的是吧 写我们当前类啊 我是从那直接在这个代码粘过来的 这有问题 好,粘过来把这个给这改一下 这就完美了 这就可以了 这样三个这个 所谓的工具类 然后呢 好,不要不咱们再建个包吧 就叫 来,再单独建个包吧 把这个工具类丢进去 叫Utel 可不可以 然后呢,把他们三个丢进去 好,看到没有 然后在这里边写我们的什么 写我们自己的关于太阳系的东西嘛 听懂了没有 好 然后 然后 建一个新的类 就叫 嗯 SolarFrame吧 回车 注意写的时候呢 从规范的规范上讲的话 你最好呢 都加什么 都加注视 太阳系的 主窗口 然后计程计程哪个 是不是我们自己定义好的这个 叫MyFrame啊 导入一下 它吧 看懂了没有 好,接成它 然后呢 它里边我们是不是要画很多图片啊 咱们呢 先不管别的 先把这个 它这是有背景图片 还有这个 背景和这个 都粘过来算了 这些图片 我们都要用 好 我就给它放到 是不是它下面需要建一个Imagic啊 好 你建文件夹也好 建包也行 反正在内部呢 都是什么 都是文件夹 好,大家看 图片是不是都来了 src下方这个 看懂了没有 好,然后大家看 现在我就要加载一个背景和这个 sum 把他们两下加载一下 加背景 好,先加背景 这叫bg 然后 叫什么 GameUtel 点什么 getImagic嘛 是不是这个 分装好了 对不对 分装好 就非常方便了 bg.tpg 好,然后呢 把我这个背景干嘛 画上去 对吧 public void paint 现在 现在你应该能理解 这个paint 为什么被自动 自动掉用了吧 理解了没有 理解了吧 这点 这点抓什么 抓Imagic 好 我们这儿是就写什么 啊 从哪开始画呀 他那大版的图片 是不是从里开始画 好 然后呢 下一步还要干什么 是不是要跑起来啊 啊 跑起来的话 那咱们就在这写个没方法 然后呢 new solar 嗯 我怎么觉得这个solar写错了 啊 叫launch frame 这个solar写错吧 错了没有 没错啊 好 跑起来 哎 图片是不是来了 感觉我们这个窗户是不是小点啊 搞大一点 怎么搞大 把这长辆修改一下呗 是吧 800 800 嗯 高不用800 高600就行了 咱们书上的就多少 啊 这样也行了吧 好 这儿还有点闪烁啊 是因为没有加那个双缓冲 后面咱们再加 明白了没有 后面只要在哪儿加呢 只要在这个负类里边加一个就行了 听懂了没有 先咱们先不管了 先不搞那么复杂 好 现在呢 我们先出现了一个图片和这个 背景啊 图片背景 然后呢 下一步我要把这个太阳丢进来 看懂了没有 把太阳丢进来 那我们分析一下 太阳也好 月亮也好 地球也好 是不是都是星啊 是不是都是星星啊 啊 是吧 啊 当然可能太阳比较特殊了 太阳是我们这儿的中心 对吧 太阳是个恒星 但是太阳所以呢 如果你觉得比较特殊的话 你觉得没必要分装一个类的话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太阳先 往那一画 画再说 可不可以啊 当然你要抽象一个星的类 也行 你看看太阳啊 跟这个地球卫星对吧 能不能抽象一个公共的类 能不能抽象 要不抽象一下吧 因为也许我们以后要改版了 对不对 我做太阳系对吧 还要做银河和银河系 是不是 也许有可能改版啊 银河系做完要做个宇宙对吧 那是不是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好 所以在这呢 我们可以 也可以做改版 对吧 把定一个什么 定一个星的类 对不对 比如说我在这叫什么 叫star 就所有类的负类嘛 星星类的负类 是不是 让我们分析一下 作为一个太阳来说 或者作为一个地球来说 对吧 他们的共同点有什么 首先是不是必须有图片啊 对吧 分析一下 还有他们是不是也有坐标啊 太阳虽然是不动的 那他是不是也有坐标 听懂了没有 他也有坐标 然后呢 还有什么 啊 可能还有比如说 作为地球的话 他可能还有什么 可能还有这个 运行的轨迹对不对 但是我们太阳的话 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可能作为 抽象一个星这样的一个类的话 那可能 共同点可能就这样几个 所以呢 到此为止 后期我们需要的话 咱们再加 明白了吗 然后在这呢 我们写个方法叫paint 或者draw吧 免大家误解了 叫draw draw 把自己给画出来 graphics draw 然后呢 你要画自己 叫什么 g 点 draw 里面写 x 然后这是 是 这叫什么 x吧 然后这转个型 因为他需要的整数 我有我有的是double 好 这样是不是把我这个画出来了 啊 同学们 这次给大家 大家注意啊 这次我给大家讲的话 就会进行面向对象的分装 所以呢 希望大家好好听 可能跟以前讲的还有点差别 现在我有了个star了 有了这样一个star了 然后有了star之后呢 我们现在干什么 是不是可以 在窗窗口里边 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star 对不对 听懂了没有 有这个star大家 比如太阳 太阳我构造的时候呢 是不是需要给你给你传个图片啊 是不是啊 是的吧 所以在这儿咱们写构造器嘛 public star 哪个构造器呢 是不是需要你传这相关的参数啊 啊 叫Img 对吧 double什么 xdouble y 然后this.img 等于什么 img 对吧 this.x等于x this.y等于什么 what 是不是需要这样出手啊 好 但是你当然传Img当然好了 但问题是我们 我们像我们刚刚去做的时候呢 你是不是只知道一个路径啊 啊 咱们再可以再做优化嘛 再做一个重载 重载的构造器 我不写Img 我写什么 我写什么 你给我传一个 路径 使去 行不行 行不行 然后在这个里边 this.img等于什么 game you tell 第二 get.img img pass 这样呢 我们是不是连 去调用的时候呢 连这个都神教写了 你直接传路径就可以了 是不是更简单 啊 听懂了没有 所以于是乎 你在这儿呢 你要有个star 叫什么 叫sun 然后6就完了 别人都不用管 选下面这个 img 杠 sun.gpg 坐标呢 选这个中心 打个比方叫300吧 随便先写个数吧 先这样写个数 我们太阳师傅创建出来了 这样的分钟是不是更漂亮一些 啊 看吧 直接掉这儿了 这里就进行处理了吗 对不对 好 这样的话写起来很爽的就 然后在这儿呢 画太阳呗 这是画背景 下面画谁 啊 转 那不 要用我们这个sang的方法 san 转 然后把这个笔传进去 它是不是实现了 画这个太阳了 啊 跑起来 是不是出来了 太阳 当然这个位置可能不太理想 我们希望呢 太阳位于什么 世界的中心 是吧 对不对 那么其实也比较简单了 对半分配 我们这个项目的 高度是800 600 是不是我们 game wins除以2 这个除以2不就完了 大约就放中心了吧 所以我在这儿呢 叫Constant 第二 game 宽度除2 Constant 第二 game高度除2 理解我们统一定义常量的好处 我统一定义一个常量之后呢 用起来是不是很方便 而且现在我要改 我要把800改成900 你是不是只要改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Constant 是不是全刻就变了就 OK 所以这样 我的太阳就出来了 大约是中心啊 对吧 大约是中心 看懂了没有 下一步呢就是 继续画球呗 是不是 OK 对 这是 馬约 呢 有 Know